各位業界先進,大家午安 很高興今天又有機會來到高雄 跟各位業界先進做一些交流 我今天會用20分鐘的時間 跟各位講一個主題 關於什麼是洞察 我會用比較輕鬆的方式 去談到底什麼是洞察 從我的角度 以及到底為什麼洞察很重要 最重要是 我們應該怎麼樣能夠 產生或形成所謂的關於商業的 或者是消費者層面的一些洞察的一些 一些發現 基本上這個題目 對我也還蠻有趣的 那有兩個原因 因為如果談洞察力或洞察的話 它有點像是 我平常工作當中 就不斷在運用的一項能力 它倒不是我會特地 當一個講題來講的一個題目 所以這次有這個機會去 去思考 整理一下我對這個題目的一些想法 我覺得也還蠻 算是一個蠻好的一個經驗 那再來第二點 為什麼說它有趣 可能就是因為這個 這次演講準備的關係 我想到一件事情 如果說 我們平常在談商業 或者說行銷這個領域 好了 我們常會看到有一些 不同的一些概念 或是所謂的知識 但各位可能有時候會面臨一個問題 發現有些知識概念 它 呃 常常看到 常常聽到 常常刮嘴邊去攪 可是 好像 有些概念 偏偏你就是 美貌 對它形成一個非常 清晰的一個輪廓 好像大概知道那個是什麼 但真的要給你給出一個非常 精確的定義 可能不見得 呃 你可以立刻做到 或者是說 問在場的 可能三四位 呃 大家都很有經驗的這些 前輩來看的話 可能 我丟某一些概念 大家就會有不同的一些答案 那結果我發現 我至少可以 呃 我至少可以說 在我接觸的 經驗裡面啊 好像在商業世界裡面 有三個 三個字 是 常常大家都很熟悉 但是又 眾說紛雲的三個概念 那偏偏很不巧 這三個字 都甚至我的工作當中 常常會 接觸到的三個領域 那 大家可能 可以猜猜看 但是我直接 我認為的 最充滿奇異的三個字 我跟各位說 其實就是 策略 還有品牌 還有共產 這三個字 大家平常都常常會用到 會說 可是 可能 大家對它 究竟代表什麼意義 會各自有不同的一些解釋 那 以品牌來看好了 我覺得品牌應該 大家都可以同意 好像大家都知道它是什麼 可是也可能都 說不清楚它是什麼 那策略 商業策略啊 企業策略 我們常常在用這樣子的說法 可是究竟策略 它的本質 它的結構是什麼 可能也 大家沒有一個很 一致的一個答案 那再加上 今天我講的洞察 如果 各位 像看病章 我們在什麼那樣的情況下 會講到洞察 你會發現 好像可以跟很多字 排列組合 然後我們都常常看到 然後也大概都 感覺的出它是什麼 可是可能 會 比如說問各位 什麼是趨勢洞察 趨勢洞 跟市場洞察有什麼差別 好像會 說不太清楚 所以洞察 是我認為 是一個 大家很熟悉的概念 但偏偏又 不太知道 到底它指涉是什麼 的一個知識提醒 我覺得這個事情 非常值得去 跟各位做一些 分享 因為 我覺得 至少在 特定的一些領域裡面 所謂的洞察 這項能力 是非常關鍵 它甚至有時候 能夠影響到 一個產品 或是一個商業的 一個懲罰 那我舉兩個例子 幾年前 可能在 國外的汽車業 很流行 在談 怎麼樣為女性 打造一個屬於 女性的車子 因為汽車以往被認為 是一個非常男性主導的 幾乎所有的汽車設計 都是為了男性 而設計 不管是造型 或是要功能 就是開始有人思考 因為我們是不是應該 為女性設計車款 那在那段時間內 其實也 鬧出好幾個笑話 最近的笑話就是 有一些汽車集團的一些 研究中心 他們可能就在想 到底什麼是 適合女性的車款 就最後推出之後 他的主打特色是 我們有推出 粉紅色的限量化 為女性而設計的 那這是一個很典型的 一個謬誤的概念 因為 如果你把女生喜歡 粉紅色當然是一個 最主要的發現 跟洞察的話 那只能夠證明 可能你的腦袋是很 男性思維的 你其實可能根本不知道 女生 究竟要的是什麼 可能不行的顏色 那再來是 我們談前一陣子很 就是 很有爭議性的Uber 這個事件來看 很多人會談說 Uber 他之所以 會那麼多人喜歡 其實是因為他 比較便宜 他搭車 車資比一般的計程車還便宜 他是一個低價競爭的一個做法 所以他才會那麼多人喜歡搭Uber 如果是用這個角度來解釋 Uber為什麼會成功 為什麼會在那麼多國家 是 開始從Beta走向合法的話 就完全忽略掉 其實Uber之所以 成功 並不是因為他的價錢 而是因為他 其實提供了 搭計程車的人 一個非常主動的 一個權利 以前我們是被動的 有可能 就是 價錢是由 這個計程車這邊決定的 再來是 你可能 你完全 使用的體驗 搭乘體驗 你是沒辦法預先 去做判斷 你是不是沒辦法 事後做一些反饋 但是Uber的平台 是讓乘客 第一次擁有影響力 去決定說 如果這個計程車的服務不好 我是有能力去反饋 去讓他的評分 是有點 可能是被降噴的 所以 讓消費者擁有主動權 這才是Uber 他最重要的 一個成功的關鍵 那這個其實就是 你能不能夠抓準 到底 務客的需求是什麼 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洞察 那 所以 因為這樣的例子 所以才會讓我認為 其實我今天在談 策略洞察力 那我認為 對他 一個最好的註解 他其實是 一個好的洞察 他事實上是有潛力 能夠決定 或是影響 你的商業成敗 那 這樣一個註解 我相信 有一些人可能會 現在可能沒辦法接受 或者是說 覺得好像有點太 太過果斷 因為我在談的是一個 到底 為什麼商業車輪或企業車輪會失敗 那我剛剛好像說 洞察是一個最主要的一個 影響關鍵 那 有些人不認為 不認同 可能是因為 當以往 你現在談到策略要怎樣成功 關鍵好像 我們常會聽到 就像是 房地傘 最重要的 觀念是 lo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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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 策略的承辦 有些人也會認為 他是取決於執行力 一個好的策略 或是說 一個平常的策略 只要有 一定程度的執行力 只贏到透徹 其實他都可以 是一個成功的策略 我相信這是一個 蠻多 特別是中企業 靠著苦幹實幹 而成長的 這樣子一個背景 非常 贊同的一個說法 他也為我們曾經 墊下一個非常 很好的一個 輝煌的一些 過往的一些成績 而且事實上 所謂的一些 管理的一些大師 他們也可能也都認為 執行力是 策略成功的一個 成敗的一個關鍵 像Jack Welch GD各位大師 他認為 真實的情況 策略其實是非常簡單的 他沒有什麼高深的學問 基本上就是 你大概 抓到一個方向 然後呢 你就很用力的 即使我們把執行力 發揮到一個極致之後 我還是很常面臨 你原先所定的這個策略 還是面臨一個失敗 或是必須修正的一個狀況 各位如果查一下 到底策略或什麼失敗 有其實很多種原因 但 我這邊查到一些 最常出現的原因 或是 可能我們的策略太過 比如太過抽象啊 太過模糊啊 不容易執行啊 或是說即是執行 執行還是不夠到位 或者是說 你只會顧到執行 但沒有隨著一些市場變化 做一些彈性的調整 事實上 策略的原因 是有非常多種的 那 即使執行力把它發揮到極致 可能還是可能會面臨 這樣子一個狀況 那 我覺得 歸根究底 是因為 我覺得Jank Wesh 在談 剛剛那一句話的那個年代 跟現在其實有點不太一樣 我覺得現在這個時代是比較 充滿 變化 高度不確定 而且是 可能市場機會是 稍縱即逝的一個 一個快速變動的一個年代 所以 在這樣一個環境之下 其實光有執行力 是不能夠幫我們確保 我們的成功 因為 我們常常在台灣 要把餅 做搭 但 有時候光把餅做搭 沒有用 因為你要先拿到 那張餅 你才要把機會做搭 那洞察 市場洞察 對商業策略洞察 就是能夠幫你抓住 那張比別人優先一步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關鍵 所以 今天我的論點是 我認為其實洞察力是 常常在企業裡面 或者是說 所謂的新抗企業 或是中小企業 常被剝掠 一個環節 那特別在台灣 或是在 甚至在中國這邊 服務過的客戶 也很常看到這樣的狀況 發生在這個市場上 所以 我想回到一個 最基本的一件事情 到底什麼是 策略 我覺得策略 雖然聽起來有點模糊 這個字聽起來有點模糊 但在實際的做法上 它其實非常 結構化 所謂一個 完全的策略 或是一個 好的策略 它至少要包含三個元素 或三個 三個組成 第一個是 你要先對你的 商業的市場 商業的現況 有一個完整 全面的診斷 一個策略一定是先基於 所謂的診斷 而開始的 那有了診斷之後 你會有所謂的 方針 或是一個 所謂的 策略的 主軸 這比較像是一個 所謂剛剛 剛剛Jack Lush 談的那個 所謂的大方向 你會先有一個 基於你的診斷 而提出的一個 大的 主張大的方向 那再來 當這個方針確定之後 才會有所謂的 行動方案 那當然行動方案 是很弱到 很多不同環節的一些 很實際的 很具體的一些 行動指南 那你可以說是 跟行銷相關 跟銷售相關 反正這就是一些 比較 很具體的一些 PAN的一些部分 那 最常發生狀況是 我們常常是在 沒有充分診斷的情況下 就完成了 整個的策略的制定 以及後面的行動方針 這個很常發生 因為 通常 可能我認為 大概 做一些基本研究 差不多了 大概都可以趕快 把這個策略先定掉 趕快執行 趕快看市場 這個反應怎麼樣 這是最常出現的 一個狀況 但實際上 如果 診斷不夠充分 不夠正確 甚至誤判的話 往往會讓 原本的一個 變得很像是 所謂的 WISH LIST WISH LIST 有點像是那種 許願 許願丹 心願丹 你 你是 在 希望 某一些未來會發生 可是 那個比較是 沒有基於一些市場的觀察 而下的一些期待 或是一些想像 所以他是有點像是 最近是 呃 不能說是通想 但有點是 難以實現的一個 一個夢想 所以 常常會發生 企業會把 策略變成是一種 純粹是一些 裂在紙上的一些期待 但其實 事實上 他的執行度 或實現度 是非常非常 低的 那這也是為什麼 我認為 洞察 是非常 關鍵 但又常 被拖略 那至少 就我的經驗來看 我覺得 很多公司 不管是品牌策略 或是商業策略 他之所以最後會 落得失敗 或修正的一個 局面 通常是因為 他對真實的情況 是有一些誤判 那我這邊舉兩個例子 這個 大家應該都知道 聖經的故事裡面 有大衛對戰 哥利亞這個故事 那簡單說 他就是 一個 一個身高 可能八尺的一個巨人 然後對戰一個 一個嬌小 可能完全熟無波子 一個 一個小孩 那最後他是 可能是失敗的 他是被打敗的 聖的是小的這個大衛 那這個故事其實有趣的是 大家最後會說 他是以小勝大 對不對 可是大家沒有知道 他的故事背景是 當初在一開始上誕堂之前 大衛的國王 是叫他 說 因為對方是 鴻無有力的 比你力量大很多 所以你要獲勝他的最大 關鍵是你又穿上盔甲 全部武裝 不然你可能被打 就被打死 所以他收到的這個指令 是這樣子 可是大衛是選擇完全 不採用這個建議 他決定直接這樣上場 所以他就直接 拿地上五顆石頭 然後繩子甩一甩 然後就把這個巨人就 甩倒在地上 然後就砍掉他的頭 所以 國王是誤判狀況的 大衛他是因為判斷 他是不可能 就是 穿上盔甲 然後在那樣的情況下 還能夠贏過這個對手 基本上是蠻毫無勝算的 所以他選擇是一個 善用自己的利基 去對抗這個 兵量比較大很多的這個對手 所以 這樣的情況其實 很常發生在 行銷的領域裡面 我覺得在行銷的領域裡面 有一句很 大家應該很常提到的一句話 其實你的消費者 他常是以一個 這樣子的轉頭的領域 來做比喻 其實消費者 想買的並不是一把 四分之一吋的鑽頭 他其實想要的是 你給我 你幫我 讓我能夠去鑽出一個 四分之一吋的洞 那至於是用鑽頭 還是用什麼其他的方式 其實消費者不是很care 我要的就是 這樣子的一個 解決方案 但如果 我們只看表面這樣子的一個狀況 你可能會認為 那我應該 就鑽工 鑽頭這個領域 去把這塊做到極致 但事實上 你可能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來 可以來滿足他的真正需求 而且可以跟 你的競爭對手形成 真正的差異化 所以到底什麼是洞察 基本上 他在談的是一個 他在談的不是表象 他在談的不是我們平常 他直接看到的一些數據 或是觀察到的一些行為 也不是這些所謂的一些文字上的一些東西 其實 洞察在談的是 你能夠看穿 事實的本質 那什麼是事實本質 如果談根據底點 談到人的話 我們在談的是 你的顧客 你的消費者 或甚至你的競爭對手 他們採取一些行動 的一些動機 或者是甚至是 他們的情緒到底是什麼 這個才是真正 我們在談消費者動場 或過客動場裡面 真正要去關注的一些 一些面向 那更具體的說 我覺得他會讓我們 把一些 我們平常 看到的一些事情 把它拆分成三個層面 我們有需要去區隔 到底什麼是事實 到底什麼是觀察 那到底什麼是真正的洞察 那事實是 大家都知道的一些 一些現象 就是 我可能現在說出來 大家都不會有 都不會有意義的 都會同意的 一些一些描述 那觀察是 可能是我在某個情況之下 觀察到的 一個角度 一件事情 那洞察是我對那個狀況 所產生的一些 所謂關於剛剛提到的動機 行為的動機 或是行動的一些情緒的一些 一些解釋或一些詮釋 那我這邊舉兩個例子 這個是之前 可能新聞上大家都在講的 這邊是台北捷運 就是說 以往 捷運是告訴大家 你應該 坐電地要靠右站 那好像最近開始說 這是 這是 不需要那樣子宣導的 事實上你應該就是 讓大家是 左右都可以站 這才是一個比較正確的 那現在 當捷運這邊要開始去宣導說 你應該不要靠右站的時候 就開始面臨一些 執行上的困難 因為你會發現 大家還是習慣 往右站 儘管知道說 其實 不一定要靠右站 靠左靠右都OK 那這個是 所謂的 我觀察到 夜線 到底原因是什麼 我覺得這還蠻有趣的 當然這是一個練習 我覺得可能 有一個原因 是因為 其實你站 靠左站的時候 你會 不小心會覺得 好像後面會有人要急著過 所以你會擔心 靠左站會擋到後面的人 所以你還是起腳 是靠右站 這是一個 比較根本的一些 行為的動機的一個部分 那第二個例子是 我們現在都很明顯講 紅利幾點 就是你只要消費 讓他消費的幾點 好像這是一個 非常 能夠 吸引他們來消費的 一個 一個 手法 可是你會發現 有很多人 即使他有紅利的幾點卡 他還是不想拿出來 電影問他你有卡 之後他就沒有 即使他手上 口袋裡面有卡 那到底為什麼 其實有可能是因為 他覺得 反正我不管怎麼幾點 我還是不會放到一個 好的獎品 我怎麼急也不會到那天 有時候我乾脆就不要急 所以他們對幾點 其實是有非常被動 消極的心態 那這個本來是 紅利幾點業者應該去克服的 一個所謂的 行動上的一個阻礙 那我覺得從個人層面而言 能不能夠產生洞察 基本上是取決兩件事情 一個是 他不是完全靠直覺 其實很多時候他是靠 所謂的 深思熟慮 這個成分在 他不是像我們平常想像一樣 是好像 敏感一來 他就出現了 很多時候他是需要靠一些 前期的研究 所以如果還原到我們 實際上假設是以我們 在執行一個 產品或是品牌專案來看的話 他其實會經過一個 比較完整的一個階段 那你會發現 其實前面我們在做的是 觀察、研究 跟對資料的了解 洞察是在中間 這個階段才會產生的 所以 研究跟觀察才是 你能不能夠產生洞察的一關 那洞察只是一個 你中間所產生的一個結果 那這是大家很常忽略的一個部分 那再來是 如果從企業組織的角度來看的話 以往我們有所謂的 市場研究部門 我想應該大家 可能公司也有人 在做市場研究 或是 情報蒐集 可是 以往 可能我們在做是一個 比較是 被動的 或是所謂的 資源性質的一些研究 明顯是拿一些 自己資料 拿一些可能講會上的資料 來做一些統整 會整 分享給各部門 然後就 工作就結束了 但事實上 現在有很多大公司 他們開始注意到 其實 消費者洞察 他其實可以變成是一個 所謂的 比較戰略性的角色 他可以不是只是 收集資料 甚至可以主導 我資料該怎麼收集 我應該反問哪些人 那最重要的是 我應該把這些洞察 轉換成什麼樣子的 產品 或商業策略 形成一個比較具有 直接的一些 input的一些作用 所以在最後這邊 我想要問各位分享幾個 關於到底 怎麼樣做到洞察的一些 有點像是 做法或是一些提醒 因為基本上 這件事情有點像是 在跟各位談 洞察力該怎麼養成 至少我的角度來看 有幾個地方 可以跟各位做提醒的 我覺得洞察他在談的是 原因 壞 他談的不是 好也不是壞 那所以我們最常常做的是 當你在考慮問題的時候 你會無厭其白去追問 到底為什麼 那比如說 本來像我們之前有經營的專案 是在談 家用的一些 暖房的一些通風設備 就是全熱交換機這種暖房 浴室暖房的這種設備 那我們會發現 其實消費者 他可能跟我描述了一些 他為什麼需要這種設備 但他也會描述說 為什麼他雖然需要 但他沒有去安裝 沒有去購買 可能因為他的 安裝非常麻煩 但我們觀察的是很有趣的是 即使同一批人 裡面會有些人是買 有些人是不買 那不買的人 這些人的原因 其實非常有趣的 但買的人的原因 基本上是因為 不是因為他覺得他可以克服 這些安裝的問題 而是因為 他家裡有一些可能長輩 小孩子 可能有那種比較是健康 或是一些疾病上的需求 所以要迫切要改變他的家裡的一些環境 所以他選擇採取直接購買 所以這是一個對業者而言 他知道怎麼樣去克服 他的所謂的購買阻礙的一個 非常重要的一個發現 那同樣的其實 你在一些大公司身上 你會發現 有時候一個洞察的錯誤 也會讓他們產生 所謂的產品定位的 整個的決策錯誤 如果各位手上有帶 Apple Watch 或是有買的話 你會發現 他第一代出來的時候 他的定位是一個時尚的配件 他非常強調 我就是非常fashion 高科技又時尚 但第二代出來 他怎麼定位感 他變成是 我是一個for wellness 健康運動的一個設備 因為他發現 基本上他當初 完全做錯判斷 基本上沒有人會把他的東西 當成是時尚的配件 真正會用這種 所謂的智能手錶 還是是所謂的這種 比較熱衷運動的這些 這些族群 第二個想提醒各位 是 如果你想要得出一個夠正確的動作 你必須注意脈絡 你不能夠去看 單獨的一些 各別的一些事件 通常 以我們的經驗來看 是 如果你能夠盡量把一些 不相干的一些事情 或者是說 整個產業的生態系統 都整個拿進來 看他們之間的關係 你比較可能長出一些 有趣的一些發現 比如說 可能在行銷裡面 有一個經典的案例是 好像幾年 六年年代、七年代 倭馬他們發現 他們在某個禮拜 每個禮拜五 廟戶的銷量跟 啤酒銷量是成正相關的 這是一個還蠻經典的一個故事 那他們就去找出為什麼 其實話就發現 是因為 爸爸 家庭祖父或是爸爸 他們去 接受到指令 要去買尿布 那買尿布的時候 他們覺得 非常的心理不平衡 就覺得 那我要買一首瓶酒 回去犒償一下我的自己 因為你到晚上有足球賽 所以是因為他們發現了 買這兩個 看似完全不相干的品類的人 基本上是同一種人 所以他們就因此改變了 他們的一些整個 賣場的一些 貨品的一些 成立的一些方式 那同樣的其實 即使是 那是我們去年的 執行的一個旅館的案子 是富邦的 第一個旅館 旅館看起來 是一個非常 好像 你也不需要做太多的 市場調查 因為當然你 比較是一個服務性質的 你的設備啊 環境還活動 應該就是最基本的 但這個旅館滿有趣的是 我們 為他找的定位是 基本上我們發現 旅客 對旅行的要求 是很全面的 他選的旅館 並不只是因為這個旅館 夠不夠好 他會考慮的是 這個旅館 在整個城市裡面的一些位置 能不能夠讓他很方便的 去體驗 整個城市的當地的一些文化 所以我們是把整個旅館的定位 放在整個他當地的一些 community的一些環節 來做思考 那很有趣 因為他強調的是 他是一個 跟藝術結合的一個旅館 所以他的lobby 他的大廳 基本上會有很多所謂的社群 community 社區的一些活動 公開的活動 他跟當地的一些居民 社區裡面的一些藝術家 工作者 基本上是有很密切的交流的 那這個就是基於一個 我們對 某一些特殊的旅客 他們對旅行的一些要求 而得出的一個 洞察而產生的一個定位 那第三個我想跟各位分享的是 有時候洞察 他並不是來自於 有時候他是來自於一些 很奇怪的現象 很奇怪的發現 甚至是來自於一些 看似的矛盾 有衝突的一些 一些狀況 我好像是在那種 非常讓你覺得 有點奇怪的一些 現象裡面 你可以找到一些 很有趣的一些 一些idea 那比如說 以 Absolut Vodka來看的話 他在過去曾經有一段時間內 他認為他的品牌 最大優勢就是 強調他Vodka的純正 他是以純正 作為他最大的訴求 可是 他後來做了一個 所謂的 民族制的那種 消費者研究之後 他發現一個很奇怪的現象 因為他想像是 如果我的酒是純正的 那大家在喝我酒的時候 應該是會 品酒 就是很正經 很認真地去品嘗他的酒 可是他後來其實事實不是這樣 事實他發現 大家可能 家庭聚會裡面 大家都可能來 大家介紹各自帶了什麼酒 你帶了Vodka 我帶了Vista 你帶什麼牌子的 結果最後 大家是把他全部混在一起 混在一個大缸子裡面 調酒 來喝 已經沒有人去在意到底 他是什麼牌子 已經看不到他是 到底是你喝的是Vodka 還是別的了 那他最後的解讀是 其實消費者 有些消費者 其實根本不care 你的酒到底好不好 他只在意說 我有酒 是可以幫助我整個party 更熱弱 更有氣氛一點 可以炒熱氣氛 所以酒比較是拿來 娛樂 的一個催化劑 而不是要強調 那個品嘗的 這個 這件事情 所以因為這個發現 他就完全改變他後來的行銷 等一系列的一些 一些做法 那同樣的狀況 其實我們在我們去年執行的 一個案子 也發生類似的狀況 我們去年幫 麗音房執行的一個品牌 的一個專案 我們的目的是要幫他們釐清 當他們現在要去面臨的是 一些所謂的年輕的爸媽 因為第一房以前是 有點像是陪著我們上一輩 長大的 但現在他們要面臨的是 一些年輕族群的話 他應該用什麼樣子的 方式去跟他們溝通 那我們發現其實 現在的年輕爸媽其實蠻有趣的 因為我們上一輩可能 爸媽比較是 反正我只要給你 就是吃的好啊 就是物質上都好 大概我就覺得我已經 達成我的那個 我已經不應進到我的那個任務 可是這個 這個世代的年輕父母 比較想的不一樣 他們想的是 我其實既希望他的物質 是母語的 可是我又不希望我自己 太買手工作 而少了那些跟孩子 陪伴他們成長的一些機會 所以既希望給他們物質 又希望給他們心理上的一些陪伴 這種 看似衝突 但是又有點矛盾 那種心態 其實是 這個新世代母 我們最常有的一種 心理上的特徵 所以因為這樣子 我們就 讓他整個品牌的調性 完全是朝向一個 結合陪伴跟 讓孩子發揮創意的一個 綜合性的 所謂陪孩子做自己的一個 角度去切入 那讓他變成是一個 不只是一個 賣衣服的 賣童裝的一個品牌 事實上他可以帶出很多 教年輕父母 怎麼樣養育下一代的一些 軟性的一些服務 跟一些知識 所以這是我對 洞察想跟各位分享的幾個 提醒 那這些都比較像是那種 平常在工作範圍內 可能大家可以提醒自己的一些 準則 那其實說穿了 我覺得 真的要獲得一個好的 動作 大概就只有 這 八個字可以做到 比如說 基本上 你就是要做足功課 再來是 你要盡可能去追更 究底到底 事情的原因 跟真相 那到底 在什麼狀況下 你會發現 你自己就像是得到一個洞察 就很像是 有人做一個比喻 如果你真的發 你得到這個東西 我真的是一個 所謂的 夠深 夠有 夠精準的一個洞察的話 你就會像是 你打開冰箱 然後那個 燈亮起來 那種感覺一樣 你會覺得好像有種 哇 豁然開朗的那種 感覺 那希望各位 以後可能在 不管是 產品開發上 或是 企業的這塊上 都能夠去 提醒一下自己 有沒有可能 再多運動洞察 這樣的一個能力 能夠幫各位 找到更多的一些 市場的一些機會 謝謝各位